火热的盐学市场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酒店餐饮消费 盐学团队订单成倍增长 中午11点 位于浙江仙居上茫村的一家农家乐厨房里 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 一会儿将有近200人前来用餐 其中160人来自盐学团 现在生意很好 一天多的三十几桌 菜是我们都是自己种起来的 喜欢大家都是吃那个农家菜 中午12点 在浙江杭州的这家饭店 排满了等待就餐的顾客 由于饭店离梁竹古城遗址公园 仅15分钟车程 因此吸引了不少盐学团队 为了应对激增的客流 店内近期增加了30%的人手 然后下午我们都要去博物院还要去遗址 那也是考虑方便嘛 就近嘛 然后容纳我们那么多人 我们饭店最近也是天天处于爆满状态 不仅是餐厅 很多盐学基地周边的酒店 也出现预订量和入住率的双增长 有些盐学团队预约的订单 甚至排到了月底 我们现在酒店的预订量的话 将近是满房状态 现在是95%以上 数据显示 和暑期盐学相关的糖食餐饮 线上团购量同比增长300% 全国酒店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50.53% 深圳 成都 上海 广州 北京等城市的酒店预订 最为火爆